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一下现在国际上的这种金融博弈 因为前不久欧洲加息非常的激进 75个基点 对于欧洲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看欧洲的经济非常不好 这时候加大的利息对于它的企业的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欧洲为什么要加息呢 实际上是为了它的汇率问题 你可以看美元加息以后带动欧洲的资本外流 导致的欧元对美元跌破1比1 这对欧洲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光口 加息是维持欧元汇率非常重要的手段 当然欧洲说加息 美国说的也很激进 美国会加不加息呢 是要马上汇率以及利息的计息会议 美联储的会议要开 我们预计美联储也是大概率加息 是因为通胀的压力非常的巨大 欧洲的这个加息啊 它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全球的资本流动 其实中国呢 面临的这种资本流动的压力也很大 其实我们注意一下 中国降准了 而这次的降准呢 主要针对的是什么 是外汇存款的准备金 只要你针对外汇存款的准备金 其实已经告诉你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银行的外汇流动性 非常的紧张 这个外汇的流动性的紧张 代表的是什么 是中国的那种外汇 大量外流 这种外流啊 其实你从我们另外一方的数据 就可以看出来了 就是等于中国现在呢 每个月都是巨额的外贸顺差 但是我们的外汇储备呢 不增 为什么不增呢 那就是有大量的外汇在流出 这个流出呢 可能是多种形式的 而且为什么会让你流出 其实现在的流出本身就具有套利的空间 为什么呢 这就是利率嘛 你像中国的房地产的利率呢 现在已经降到4%出头 而前面呢 美国的利率5%点几了 所以你比较一下 以前呢 中国的利率都是比美国高的 而且呢 当时理财 你看那理财的那个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是挺吃亏的一个事 这么多的利息 其实他都不觉得转 知道吗 后来就发现这理财呢 一个个的爆雷 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利率 反而降的呢 很低 这降的很低的背后呢 像也对应着我们的CPI PPI 我们不是刚公布了吗 我们CPI2.5% 我们CPI1.7% 都非常的低 这样的的话呢 你的那个通胀非常低 你要说美国的利率高啊 它在汇率上 它是算的是绝对利率 但是在国内呢 对于企业来讲 它一定会算通胀的 因为我的企业拿到这个钱以后呢 我需要去买东西的 对吧 我买了东西以后去生产的 所以你要知道 是中国的PPI CPI这么低的时候 你的利率呢 跟CPI比 你是要付利息的 但是美国的利率 你别看它涨到了百分之五点几 它CPI的话 百分之九点几 它实际上是负利率的 就是它带到款式赚便宜的 你像中国前面一阵呢 CPI很高的时候呢 那个社会利率就很高 谁能按照银行利率带到款 谁就赚便宜 你经济呢 在快速的增长 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 它对于实业 它对于你金融 它那个金融有时候 它的利率是绝对的 你但是对于这个实业来讲呢 它要算你的通胀 就是说我能拿到这个钱啊 就不一样 所以美国的这个利率呢 看似它涨起来了 但是它实际上 对于职业来讲呢 你要算了它的通胀的时候 它实际还是负利率 但是中国呢不是 而且一直跟中国说 你这个必须那是个正利率啊 什么等等等等啊 所以现在呢 中国你要想降息就很难 因为你降息的话呢 你的汇率的压力就会更大 现在在这个金融层面和实业层面 它利率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就是说这个货币啊 里头它在到底是在金融这转 还是在实业这转 在实体转 还是在虚拟转 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美国的话 它印了这么多钞 它保持这个货币的价值 靠的是什么 靠着它有虚拟的市场 它的虚拟的市场里头呢 既可以吸纳货币 也可以消灭货币 其实前边的很多人呢 中国人的财富投到中概股里去 然后其实就变成了绞肉机 这个钱没了 而且呢金融呢 很多人跟我讲是零和博弈 我跟大家讲的不是 它货币会衍生 它货币会那个等等 这个的理论呢 可能得慢慢的拿着模型去推倒的时候 大家会能理解一点点 但是呢 好多跟你的常识呢 就差别的比较大 就像你看那个相对论的光速永恒一样 是要这个金融里头呢 怎么样子去把你的毛啊 水呢非常深 而现在呢 全球金融到了一个特殊的博弈的地方 就是说中国你到底外汇管制不管制 你的货币政策独立不独立 从目前来看呢 中国第一呢 想保持汇率的稳定 第二呢 我们现在呢 跟西方那个各国都加西不同 我们还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那么下边一步的政策 其实可以想见的 按照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啊 其实对这个外汇的管制 以及外汇的外逃 应该是采取啊 比以前严厉的多的打击方式 就是个人呢 怎么中国钱庄了 怎么蚂蚁搬家了 怎么去换汇呀 都应该有一些限制的 包括呢 你这些外汇呢 借着留学移民出去啊 其实也该有些限制 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多人都拼命的 移民又热了 跟这个也都有关系 把这些的外汇呀 用汇呀 其实该管起来还是要管起来的 外汇的问题 可能将来呢 会变得相对的严峻一点 因为这个事啊 在外汇的冲击下 也是保护中国呢 不被西方的金融霸权拔锚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